没想到,一觉醒来却穿越成悲惨女配 还悲催地在第一天就扒了终极大反派的衣服 他的这位大师兄,沈悟 是正阳剑派声名雀起的大弟子 修仙世家沈氏最看好的继承人 也是无数仙子的梦中英雄,正道的光 看过原著的他,却知道 他还有一个隐藏身份 那便是在小说后半段 以神医、灵瑶血肉祭天 引来万丈雷洁 原地飞升为魔神的终极大反派 而我就是穿越到这个 要被祭天的神医,灵瑶身上 四象天中,师尊穆怀秋吩咐灵瑶 把药材送到玄机门的药铺去 换些月份回来 还特意嘱咐不要得罪了大师兄 于是灵瑶就孤身前往玄机门 想着原著小说的剧情 这个灵瑶,是个医术高超到步入原音境界的神医 轻易不肯出手,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却还是被审物一个响指,就给秒了 修行讲究天道伦常,是非因果 而小说设定就是天道 男女主都是天选之子 他可千万不要影响男女主的因果欺韵 否则就如援助灵瑶的结局似的 错骨扬灰,魂飞魄散 灵瑶打定主意 这一世的人生宗旨就是 狗字当头 狗到最后 等回过神来,却发现迷路了 乍毛的想 作者干嘛把一个玄幻世界设定的这么世俗 这正阳剑派千山九十八栋的 可怎么回去啊 一边又吐槽起四项天也太穷了 他想要保命 潜心修炼是正道 但道具装备又少不了用钱的地方 要想办法赚更多灵石啊 正如此想着 面前出现一片满地血腥的场地 像是刚经历过一场激烈战斗 突然地面有亮闪闪的东西 灵瑶定睛一看 竟是稀有灵石 当即眼冒猩猩 仿佛看到了一大批灵石向他招手 兴奋地采摘起来 转了转了 正在乐不思蜀之际 背后猛地传来哒哒声 灵瑶兴奋的表情还挂在脸上 人却已经被不知名的生物叼走 瞬间失重的感觉 让他本能地叫出声 啊啊啊 救命啊 不一会儿 感觉到被放下 旁边的白虎拱了拱他的腰 灵瑶 整个人惊魂未定 颤抖着拍了拍胸口 才发现 眼前坐着一个重伤的男人 这白虎看来是想让我救人 灵瑶纠结地看着来人 救人会落下因果 正犹豫着就不救时 旁边的白虎好像 也感受到了他的犹豫 立马散发出危险的气息 灵瑶转头一看 立马怂了 鸭的 我也没得选啊 于是走上前去 就想脱下男人的衣服查看伤势 却不料 刚搭上男人的衣服 就被一掌拍到了地上 紧接着就被男人压在身上 男人睁开了他那金色眼眸 一脸阴狠看着他 哪里来的无知小妖 重伤师兄竟然脑内开车 只因把为他疗伤的师妹 当成小妖怪 灵瑶突然被推倒在地 吓得连忙解释 这位师兄 你听我说 我是四向天的直修 并不是什么无知小妖 话未说完 便看到他的 脸离自己越来越近 这姿势很容易引人遐想爱 就在灵瑶 被男人气息包围着 紧张地闭上眼时 男人头一歪 咚的一下 摔在了灵瑶肩上 灵瑶猛地瞪大了眼睛 你没事吧 看着眼前人紧皱的眉头 觉得他应该很痛苦 殊不知 此刻师兄的脑袋里 却是在想一些不可描述的事 还把自己搞得气喘吁吁 满头热汗 灵瑶看他如此痛苦 实在不忍心 救人要紧 因果什么的 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便翻身而起 扒开男人的衣服 就给他看伤擦药 按道 这位师兄 得罪了 就在灵瑶沾着药物手指 触碰到男人皮肤的那一刻 男人猛地一惊 脑海里 更是出现了羞羞的画面 而这个 成天 只知道修炼的老处男 从未有过此等经历 还把自己这不单纯的想法 怪到灵瑶身上 认为 是眼前这个小妖的法术 猛地睁眼懊恼地想 竟然这了 这小妖的道 今天必须杀了他 灵瑶完全没想到 自己好心救人 这人却在歪歪自己 甚至还想 杀人灭口 时间就在两人各怀心事中度过 终于给男人处理好了伤口 边收拾着药箱 边叮嘱着男人 等药效 完全起来后 你就可以恢复行动 之后 记得回师门 继续治疗 突然灵瑶收着药箱的手一顿 想起来还有见识没说 男人疑惑地盯着他 灵瑶立马摆出 可可爱爱的表情 双手放在脸颊旁 你看 方才给你用了草药 再加上枕脉 包扎 还有跑腿的费用 灵瑶一脸骗小朋友的表情 就收你 十颗无品零食吧 看着男人沉默的表情 灵瑶一拍手 以为是他没钱 变故做大方的 表示 大家都是同门吗 在外 遇到此等 险境 理应相互照顾一二 下一秒 不知 从哪里拿出个借条 一脸激动地 把男人的手拉过来 便一把将借条 按在了他手里 男人看到 他动作 满头黑线 灵瑶已经放开了手 心情大好的 对他摆摆手 这位师兄 等你好了 差人将灵石和借条 一并送到四项天就行 男人却一直觉得 他给自己施了妖术 还要收自己钱 简直胆大包天 只要身体能动 第一时间就杀了这个小妖 灵瑶看他不说话 却是身体都在微微颤抖 突然负责心灵 好像明白了什么 双手捧起男人的手 望着他的眼睛 就道 师兄不用感动 医者人心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男人却在被他触碰到 肢体的一瞬间 脑海里又浮现出了 不能播的画面 他又羞又怒 心想又对我施展妖术 而灵瑶还在说 师兄不用在意的 男人看着眼前女人的笑颜 竟然觉得 他面若桃花楚楚可人 这种妖术我竟然抵挡不了 这个女人果然留不得 一定要杀了他 好心救了的男人 男人却在算计着杀我 灵瑶给男人处理好伤口 并自顾自地打好欠条 就准备离开 摸着把他叼过来的白狼 让他送他走 白狼见眼前的女容 为自家主人治好了伤 便也好脾气地给他摸头 这时沉默的男人 却在悄然蓄理 准备下一秒 就秒了这妖女 灵瑶半点没察觉 黑羞黑羞地 爬到白狼的背上 还回头给男人道别 正准备出手的男人 却被他那带着笑意的容颜 蛊惑得有片刻失神 蓄在手心的力量 也哑然 欺负 等回过神来 白狼已经带着灵瑶 搭搭地走远了 男人傻眼 瞬间一口鲜血喷出 这个蠢货真的把人带走了 捂着胸口发狠道 明天 喝狼肉汤 画面来到四象天 白狼将灵瑶送回四象天 好不容易见个漂亮妹子 分别之际 还不忘蹭蹭甜甜 把灵瑶斗得直乐 灵瑶摸着白狼的头道 快回去吧 还要辛苦你 背你的主人回去呢 白狼顿时一个机灵 直接炸毛 完了 只顾着亲近漂亮妹子 完全忘记主子了 赶紧嗷屋一声就往回跑 这边灵瑶打了个哈欠 总算回来了 还没等放松下来 就看到尸简 二人 插腰膝落着她 好啊 让你去内门送个药 你竟然在外 逍遥了一整天 不过才练气期的小妖 就敢如此嚣张 灵瑶无语 来了来了 这种欺负同门的烂俗梗 出现了 大家都是书中泡灰 有必要这么内卷 互相针对吗 灵瑶叹了口气 既然如此 只能记出这招了 只见她低头扶了福尔边的碎发 在抬头时 眼角含泪 双手抱在胸前 赫然变成一副 楚楚可怜的模样 都怪我想多采些药草 耽误了时辰 师姐们 向来大度 不会为这点小事 就生我气吧 师姐先猛然被她 这顶级茶艺黄了眼 自知不是对手 连忙放下一句 下次记得不要再犯了 便落荒而逃 次日清晨 灵瑶还在睡梦中 便被人直接上手掀了被子 还没来得及生气 便听到大师兄 咱们四向天了 红行的还有赵师兄 和梦师姐呢 灵瑶垂死病中 金座起 大大师兄审物 还有男主赵寻义 和女主梦谦许 灵瑶手忙脚乱地收拾自己 完了完了 他们三个温神 怎么会同时来四向天 这个鸟不拉屎的破地方 边穿着鞋 边慌慌张张地往外跑去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先找个地方躲一下吧 只要先离开这里 谁知刚推开门 就看到师尊那张帅气的脸 只见师尊一脸和善地道 瑶儿 我正要找你 灵瑶欲哭无泪 那可真是 嗨 巧 师尊今日 怎么有空来我这了 可是有事 寻我 师尊笑着 让开身介绍道 来给你大师兄打声招呼 随即便见到昨天 重伤压他身上的那位男子 黑着脸瞪着他 灵瑶瞪大了眼 大 大师兄 这人就是大反派 沈悟 回想起 昨日师尊的提醒 去内门只需小心一件事 便是不要得罪你大师兄 结果他不光把沈悟的衣服给扒了 甚至还敲诈了人家十颗零食 还大逆不到地写了欠条 苍天啊 灵瑶瞬间觉得自己 要原地去世了 谁来救救我呀 灵瑶觉得自己死定了 只因昨天被他扒了衣服 且敲诈了灵食的人 竟是他要避之不及的大师兄沈悟 此时 师尊还在对沈悟介绍他 灵瑶赶忙躲在师尊身后 抓着师尊的衣袖 红着脸结结巴巴地喊 大 大师兄好 这操作 把师尊也搞得些许尴尬 忙说着 这孩子老是害羞 师侄莫要见怪 沈悟 却是一脸杀气的咬牙道 哦 老实 灵瑶听着他这满含杀气的话 欲哭无泪 谁来救救我 随即就见沈悟拿出来昨天的借条 和一代临时地点灵瑶 继续用那危险的表情说 这是昨天说好的 诊废 欠条 灵瑶在这死亡视线下 浑身颤抖 眼含泪光的结果 是 师兄客气了 再结果的下一秒 反手就把欠条烧了 赶紧毁尸灭尽 师尊疑惑地看着他 不明白 灵瑶什么时候 与沈悟有了交集 灵瑶冷汗直流 我们什么都没有 见他还要问 赶紧转移话题 师尊你还没说 寻弟子什么事呢 师尊连忙说起正事 昨日明光洞内的魔物 越狱出逃 伤了些同门 特别是 以赵师兄 听说你得了一批药材 可缓解毒素 你大师兄特地来拿药的 灵瑶猛地听到赵师兄 被魔物所伤 有些许惊讶 随即想到原著里 这个时间点男主要进阶了 赵寻毁 是小说里的男主角 作为魔尊之子 潜伏于正阳剑派 在突破五阶修为后 获得了一个贯穿全书的金手指 百读不清 也就是说 现在的男主还没到五阶 修为比审物要低一些 否则有男主光环加深 不可能伤成这样 书里的剧情还没展开 要是现在就和他们产生交集 剧情不就乱了吗 那么对于炮灰来说 剧情越乱 就代表越危险 灵瑶脑中灵光一转 下一秒就摆出了柔弱美人的姿态 师尊 弟子护感身体不快 头疼腿疼心也疼 我这是怎么了呀 转身便祭出几滴虚伪之泪 那就让阿九送过去吧 正准备乘机溜之大吉时 一只手抓住了他的后领 只见师尊把他拎了回来 不妥 阿九知道 哪些药材能缓解毒素吗 知道怎么缝合包扎吗 瑶儿 还是你亲自去一趟为好 灵瑶欲哭无泪 怨种师尊 却在暗自窃喜 笨徒儿 为师是在给你制造机会 懂不懂 只见师尊握紧了拳头 神采异议 若能顺利治好你赵师兄 报仇就不说了 说不定能薄举你去那门学习 灵瑶看着怨种师尊 感觉不太靠谱 哦 还有这种好事呢 就在这时 被忽略了许久的沈悟 主动提出去拿药 顺便扶灵师妹回房歇息 灵瑶回头惊恐地看着他 只见沈悟双手抱胸 唇脚微钩 正好可以与他好好探讨一下 昨日发生的事 不知灵师妹意下如何 灵瑶乍毛 你这怎么看都是要找我 好好算账的样子 直接飞速后退 一脸尬笑 不 不劳烦大师兄了 比起被沈悟算账 还是去给赵师兄送药吧 只求千万不要 跟男女主产生纠葛 我只想活到大结局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只见一女子 正为男主祈祷 床上虚弱地躺着一名男子 大师兄马上带人来了 寻逸 你一定要撑住 谁能想到 上一秒 还避之不及的小说主角团 下一秒 就要带灵瑶去智商 还被最不能惹的沈悟亲自带走 只见灵瑶手里 捧着药笼 紧张兮兮地 跟在沈悟后面跑 沈悟回头看她 就是这里 进来 进了房间 听沈悟对一女子喊 千千 人带来了 孟千许赶忙跑来 大师兄回来了 这就是灵师妹吧 快请进 灵瑶经验得看着眼前这女子 这就是拿了女主剧本的人嘛 也太好看了吧 这脸蛋 这声音 这气质 还有这身材 孟千许此时抓起灵瑶的手 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有劳了 请舅舅寻衣 灵瑶被这女主光芒刺的扭头 哇 也太耀眼了 突然理解了原著小说里的灵瑶 为什么对他们八心八肝了 原著里 女主跟灵瑶是一脉同源的丹修 然而资质却在灵瑶之下 在跟灵瑶成为朋友后 时不时的就要向她讨教练丹知识 还经常和男主一起来白嫖药材和丹药 料想不到 对主角们掏心掏肺 送着宋娜的下场 却是把自己给送走了 原著的灵瑶 对男主的爱完全不输 孟谦虚 生心懦弱的她 为了留在男主身边 选择默默守护 甚至不惜一切为她的恋情推波助澜 到死都没能把这份爱说出口 越想越觉得她真可怜 之前完全不理解这种工具人行为 直到看到了男女主的真人 看看女主这楚楚可怜的长相 还有男主呢 就算冰死 也完全不折损帅气的脸蛋 灵瑶默默点头 我懂了 就这两人 谁能狠得下心不大理 谁不说是天生一对 要不是 我看过原著小说 我肯定也无法抗拒她俩的任何请求 但现在我来了 肯定不会不求回报 反而招致死亡 我要顺利活到大结局 于是 灵瑶做好心理准备 上前查看伤势 还是被这赵寻义的伤精注了 毒素已经把伤口边缘都腐蚀了 伤口上还有魔器 清理起来更是费时间 灵瑶可不想跟他们相处那么长时间 得找个理由把他们塞到别处去 这时 孟千许焦急地问着情况 灵瑶起身尬笑着唐索 这伤得不轻啊 不如下山找妙丹丰的一休救治吧 我必定是个重地的 恐怕是 话未说完 一只手拍上了 他得肩膀 别急着走啊 灵师妹 转头一看竟是沈屋那个大魔头 完蛋 忘记他还在旁边 沈屋一眼看出了他的把戏 冷笑得看着灵瑶 话却对着孟千许道 千千 你有所不知 灵师妹出诊 收费很高 灵瑶心里还在骂着大反派 可恶的沈屋 真是记仇 这样 且不是让女主误会我 等等 误会我 那岂不是女主讨厌我 就会带着男主去别处 沈屋 不愧是你 张口就是完美的理由 沈屋满头问号 不知他为何突然兴奋 只见灵瑶打定主意后 立马变脸 没错 如今 灵之匮乏 可以说是一药难求 你准备出多少呢 孟千许表示 十颗四品零食 够够 灵瑶听着心里有些许心动 但是 不想有命赚钱没命花呀 孟千许看他不说话 以为不够 就在灵瑶压抑着心动 准备拒绝时 只见孟千许伸手 拿出零食 一百颗 定金 这好后 我一款我再付双倍 灵瑶直接被这操作惊呆 这一颗约等于一万元 一百颗不就是一百万元 这就是超能力玩家吗 快看这个女人 一出手就是上百颗零食 不愧唯有援助女主光环的人 灵瑶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不过是想随便找个借口推托 竟真有人拿三百颗零食 让他亲个床 看着那零食与自己的小命权衡 还是觉得命重要 正准备艰难的拒绝之际 不知他那怨种 世尊从哪冒出来 直接抢在他前面 抢过灵石 成交 我们成交 顺带拉过灵瑶 立马一副可怜巴巴的表情 劝说着 你想想 试成之后那就是 三百颗四品灵石啊 三百颗 灵瑶汉言 世尊你的形象了 世尊哭嘰嘰的道 这三百颗灵石 至少能保障咱们四象天两年 不 三年内不用每月辛苦上山寻药了 好徒儿 四象天未来三年的生计 就看你这一次了 灵瑶对四象天的穷又刷新了新认知 转念一想 若直说治不了 也会被安个见死不救的罪名 不如收下这笔巨宝 然后找个地方隐居 不就可以离男女主更远吗 想通了后 随即表示答应 怨种世尊在旁星位的点赞 灵瑶无语 转眼又开始忽悠 治疗时 不希望有其他人在场 实际是怕看到只是亲个创 上个药 觉得这钱花的不值 孟千雪还欲留下 却被灵瑶以可能分心为由 赶了出去 见他们都走了 便开心地把灵石装起来 转身却见沈悟直勾勾地瞪着他 呀的 这货怎么还不懂 沈悟老神哉哉地表示 为什么昨天给他致食 没有这个规矩 随即逼近灵瑶 莫非是根本不懂医术 怕人看出来才这般迂回 灵瑶顶着他的目光有些紧张 当然不是 突然间 看见他的手环亮了进来 随即出现了一把金色的剑 那是彩云剑 灵瑶觉得完了 他这不会乘着无人要杀我灭口吧 紧张地看着沈悟逼近他 而沈悟却只是看上了他的灵石 要抢他灵石为剑灵 灵瑶傻眼 这又是什么鬼设定 难怪剑羞穷 剑都是直接吃灵石的 只剑刷刷几下 那剑真把灵石都卷走了 吃饱还打了个格 灵瑶那个心痛啊 却又不敢跟沈悟叫嚣 沈悟把剑收回去后 便神情愉悦地坐在椅子上 撑着脸看他 千机疯的掌教师叔们令我在同门中 寻些有资质的小弟子 你只管医治赵师弟 事后我会向师叔们反映 灵瑶知道他故意找茬 却也没法 只能一脸假笑表示好 短身干正事 掀开被子给赵群一整脉 还好只是伤口发炎引起的高烧 于是用刀把伤口腐肉剔除 然后用灵力做了缝壳 便拍拍手站了起来 好了 反正男主是魔族 恢复能力逆天 还有主角光环 开了的药方拿给孟千许 并嘱咐他按比例抓药 三碗水煎成一碗不用 孟千许却很疑惑 药方是啥 三碗水煎成一碗又是何意 灵瑶也猛逼了 不懂中药 那玄机药铺是干嘛的 孟千许表示 炼丹用的 灵瑶无奈 感情丹药只管进阶和修为 不管治病 灵瑶又问了他们 没听过草药熬成汤药的方法吗 对面三人包括便宜师尊在内 都震惊地瞪大了眼 灵瑶艰难地表示 这不是最简单的中药治疗方法吗 都是华夏人 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 震惊个什么劲 如此娇俏可人的小姑娘 竟被荡成异类赶了出来 只因她给人开了中药荒 灵瑶也没想到 这个世界的中医 竟是原因期以上的医修 才能学得上乘医术 灵瑶烦躁地挠头 这些人 完全不按预期地轨迹来 不把赵师兄治好 他们是不会走了 灵瑶默默望天 神啊 我只想好好过日子 下一秒 突然想到 万一主线崩了 我这个女配不会遭雷批吧 不要啊 奄奄地回到自己的小屋 准备化烦躁为食欲 却听阿九说道 师尊交代 让我们好生招待大师兄 灵瑶一听悲愤地想撞墙 真是越想远离他们 越逃不脱 四象天本就又破又小了 还偏偏要来我们这个小妖炉 正想问问 有没有回转的余地时 只听背后大师兄的声音 默然传来 今晚就吃乳了吧 不用破费了 这儿就有现成的两只 灵瑶寻声看去 脸色骤变 只见沈无气定神闲地 指着他养的那两只大白鹅 沈无回头瞥了他一眼 好笑地问 师妹不愿意吗 灵瑶忙举起双手 找借口说医者要吃素基德 不宜杀生 结果沈无转头告诉他 可以他们吃肉 他自己吃素啊 灵瑶被堵了话 心中不爽 却也不能让自己养大的鹅进了别人的肚子 不动声色地把鹅护在身后 又以鹅眉灵气为由 想让他放弃 沈无被拒绝了几次后 脸色发黑 真麻烦 于是以灵力 画了一只鹅上来 扔给灵瑶 请你们的 去卤了吧 灵瑶震惊地看着手里 突然出现的鹅 大反派真是不按常理出牌 一顿晚饭吃得可怕至极 大反派不停地给他夹菜 还说些奇怪的话 活像是最后一顿晚饭 灵瑶拖着疲惫的心情 却被赵师兄换药 却有种不好的预感 因为接下来的剧情 他记不起来了 不过记起来也没用 现在和原来的剧情已经不一样了 捧着药箱的手颤颤巍巍 真后悔就了大反派 当时要是不心软 现在的剧情也不会这么乱了 还是得快点治好男主啊 否则悲伤的谋害男主 或者阻碍男主的因果 死得一定比原结局还坦 终于来到赵师兄门口 正准备推开门给他换药 突然一股魔气喷涌而出 这是赵寻义要进阶了 这个世界中 进阶是天大的事 顺利便会直接提升一个档次 若不顺 轻则损好修为 重则沦为废人 没控制好 所以才会出现排斥反应 如今屋里充斥着魔气 什么都看不到了 突然间 灵瑶仿佛听到了哭声 连忙四下喊着 赵寻义 赵寻义 你醒了吗 随着魔气渐渐散开 竟发现是一个孩童坐在床上 泪眼朦胧地打道 醒 醒了 是娘亲吗 眼前这个粉雕欲灼的娃娃 竟喊我娘亲 我哪能冒出来这么大的孩子 冲上来就一把抱住我不撒手 哭唧唧地喊 娘亲你可算回来了 灵瑶现在很惊恐 本是来给男主赵寻义换药 结果看到缩小版的赵寻义 还被当成了娘亲 一阵风吹过 灵瑶看到镜子中的自己衣服 竟然也变了 再看看自己怀里 抱着自己不撒手的小不点 一阵不祥地预感袭来 要不还是跑路吧 就在下一秒 周围的环境又变了 只见小赵寻义被推下冰河里 魔君在牙上冷眼看着 小赵寻义一定很害怕吧 灵瑶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魔尊真是个喜怒无常的暴君 对自己的儿子也能如此狠毒 原来这是赵寻义在进阶时 被放大的心理阴影所构成的幻境 这可麻烦 看着扑在他怀里哭的小赵寻义 心情复杂 只有解开心结才能出去 然而在进阶这种危险时刻 他有主角光环 我可什么都没有 一旦出事 倒霉的一定是我 果然靠近主角就会变得不幸 灵瑶摸着小赵寻义的脑袋 犯起了困惑 这个小魔物的心结是什么呢 回忆起原著剧情 小赵寻义的母亲出身高贵 却因为善度折磨妾室 被魔尊送走 镇压于魔界最凶险的百兽山中 即便是魔界众人 也不敢随意靠近那座山 因此赵寻义便与魔尊生了间隙 导致性情大变 长大后跑来正阳剑派当卧底 也有弃老魔尊的意思 心结难道就是母亲被送走 灵瑶把哭泪了睡过去的 小赵寻义放在床上 准备出去看看情况 谁知刚抬起脚 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便站到了眼前 能在幻境中出现的男人 不会是老魔尊吧 灵瑶试探心地喊了句 夫君 可是怪我没回罗刹宫 刚说完 一只手掐上了灵瑶的脖子 男人弯腰逼近他 知道还敢使小性子 说吧 想怎么死 灵瑶猛逼 不会吧 他不会真的想杀了我吧 而就在这时 背后一股魔气冲来 眼前的男子却带他退出波及范围 回头只见小赵寻义很立的道 不准伤害我娘亲 灵瑶震惊于小赵寻义的强大力量 同时看着眼前的魔尊也感到奇怪 魔尊为什么要救我 正疑惑之际 眼前的男子取下面具 戏谑地看着他 换个药而已 这么麻烦 什么时候好 竟是大师兄沈悟 看来他也是被赵寻义的心魔捕捉进来的 灵瑶满脸黑线地看他 心中诽谤 真是个牙字必爆的神经病 却还要与他配合破除幻境 灵瑶解释 总之我们要相互配合 否则赵师兄灵辅崩塌 我们都要死在这 沈悟问道 需要如何配合 灵瑶无奈地摊了摊手 我进来的早 看到一些画面 大概就是 赵师兄幼时家中变故 父母不和 我们要做的就是 扮演一对恩爱的夫妻 弥补他幼时的遗憾 沈悟听后 戏谑地看着他 你想要怎么恩爱 多恩爱 灵瑶被他看得烦躁 一个没忍住便冲他嚷嚷 要多恩爱有多恩爱 是不是男人呢 当一个男人被质疑 是不是男人时 便是在挑战他的底线 这会儿大反派的气场全开 沈悟直直地盯着灵瑶 你过来 灵瑶下得赶紧往回 我拿打个比方 眼前这个白发男人 深情地望着面前的女子 正准备做些不可描述的事 下一秒画面一转 男人突然红了耳尖 摆出了一副凶狠的模样 原来那一幕只是他的意想 只因被面前的女子握了手心 灵瑶为了破除赵寻一的心魔幻境 决定与沈悟合作 伴做小赵寻一的父母 灵瑶正哄着小赵寻一 说父君也是关心他的 却见本该扮演父亲的沈悟不为所动 甚至还想恐吓小赵寻一 灵瑶连忙黑脸上前 拉过沈悟的手 制止了他的动作 而沈悟被拉住的手 灵瑶也瞬间熄灭 正在诧异之际 灵瑶猛地扑到他身上 小声控诉 好歹也是你师弟 不要这么不尽人情嘛 随即凑近他耳边 在幻境中 小赵寻一把你当成了假想题 削弱的你的力量 现在我的力量在你之上呢 而被灵瑶爆了的审物 脑子里却全是桃色的相样画面 反映过来的他立马推开身前的人 并恼羞成怒地瞪着灵瑶 灵瑶被他突然地激动 搞得不明足以 随后却只见他满脸通红地收回视线 结结巴巴地说道 你放肆 又在耍什么把戏 灵瑶想着莫不是刚刚威胁得太过 糟了 大反派有金手指 我可没有 我在得一个什么劲啊 敢跟大反派叫嚣 要狗命就得能屈能伸 别生我气 我就是开个玩笑 就在这时 小赵寻一拉住了沈屋的一脚 可怜巴巴地道 孩儿知道错了 傅君不要赶走娘亲 沈屋这个大直男 完全没有带入到角色中去 当即瞪过去就要凶他 灵瑶赶忙把他推一边去 安慰着小赵寻一 在想要得到傅君认可之前 娘亲希望你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当小赵寻一擦拭着眼角的泪水 继续道 你对自己的认可 才是最重要的 小赵寻一懵懂地点头 我知道了 而这边被推开的沈屋 看着他们搂搂抱抱的样子 满脸不爽 赵师弟付了巨额枕飞不说 还上赶着韧娘 随即便阴阳怪气道 就这么大点事 十几年了还忘不掉 值得他为此哭哭啼啼 连累其他师兄弟 抱着小赵寻一的灵瑶满头的汗 这大反派怎么又生气了 哄了小的还要哄大了 轻轻拉着沈屋的衣角 大师兄别生气了 我们好好相处的话 相信很快就能出去的 沈屋看了他一眼 随即弯下腰 搂过灵瑶肩膀 一脸邪笑 那这么晚了 该随我一同回寝宫休息了 灵瑶被突然的逼近 看得有些脸红心跳 下一秒就见小赵寻一激动的声音 父君 娘亲 你们要一起睡觉了呀 那你们和好了对吗 听到这话 连忙对视了一眼 灵瑶忙挽着沈屋的手臂 看着小赵寻一笑着说 是啊 我们早就和好了 却没看见旁边的沈屋 耳朵染上一抹烟红 回到房中的两人 正盘算着如何破铁心结 还有两个时辰天亮了 天亮再出不去 就会死在这里 换算成幻境的时间 也只有两天 沈屋倒是心大的说 反正现在也没办法 先休息吧 灵瑶这才反应过来 和沈屋独处了这么久 连忙起身 正准备开溜 却被沈屋困住手腕 拉了回来 随即弃身而上 夫人 这么晚了想去哪呀 铺上灵瑶的肩膀逼近 夫人怎么出而反而 不是说好了睡一起吗 灵瑶看着身前的人有些害怕 那 那是红小孩的话 还未说完 便被沈屋掐着脸颊 搂进怀里 你不是最善谷媚妖术 今晚就让一切如你所愿可好 女人被男人强行捆住双手 抱她坐在怀中 不断逼近女人的脸 女人害羞地直躲 大师兄 不能 你不能这样 这是赵师兄的心魔幻境 作为娘亲的我死了 你也肯定会死 沈屋低沉的声音在耳边传来 哦 你确定 不如我们来试一试 就从 话还未说完 就被房外轰隆隆的声音打断 神物本就是逗她的 当即站起身松开 捆住灵瑶的绳子 就要带她出去看看情况 只见外面雷电交加 魔器环绕 一魔物喊道 无耻小贼 还我魔丹 否则 就让你们全都留在这里 灵瑶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魔物 当即被吓得不知所措 刷 又是一阵魔器袭来 神物本能地护在灵瑶身前 解释道 这是明光洞逃出来的五阶魔物 看来找到原因了 赵寻一吞噬了魔物的魔丹 魔器入灵水 制造了幻境 唯有击破她才能出去 灵瑶揉着被风沙迷了的眼 如此说来 这幻境与赵师兄心结无关 神物盯着眼前魔物 手却在身下操作着 嘴上继续解释 有关 但关系不大 魔物借助情绪构筑幻境 一旦她滋生怨念情绪失控 灵水崩塌 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这时 魔物攻了过来 而灵瑶终于能睁开眼了 却见旁边一直说话的神物不见了 灵瑶被这波独善其身 气得直哆嗦 却没注意手腕上 有跟灵力化成的金色线 看着越来越近的魔物 盲指着神物的方向 魔丹在她身上 你不要杀我呀 魔物逼着身前 看着灵瑶呵呵道 你是她道路 我先杀了你再说 灵瑶看着怎么也要杀她的魔物 就要炸毛 我跟她没办毛钱关系啊 你有本事杀她去啊 挟持我干嘛 就在魔物要吸上灵瑶的那一刻 灵瑶双手挡在身前 嘴里全是骂骂咧咧 神物你这个见死不救的混蛋 预想的疼痛却没来 只见手腕上的金线飞驰而去 就听啊啊 是魔物的声音 灵瑶低头一看 竟是阵法 此时神物一个帅气的从天而降 落在了灵瑶身前 灵瑶呆呆地望着她 不明白她什么时候设的阵法 魔物此时反应过来 竟然用道理的性命当诱 你我入局 真是低估了你 灵瑶听后满头黑线 心中暗骂 我就知道大反派终究是大反派 而神物听到道理二字 却是有些许正主 神物突然转头看她 你是不是刚刚在骂我 灵瑶心虚地不敢看她 哈哈怎么可能 随即转移话题 指着魔物硬气道 说了我们不是道理 你不要挑拨离间 转头看向神物时 当场来了个变脸术 一脸崇拜得道 大师兄好厉害 我就知道大师兄会来救我们 神物抬手轻敲了下她的脑袋 俯身看着她 有些宠溺地说 现在知道了吧 再敢挑拨赵寻一压制我的力量 倒霉的只会是你 灵瑶默默额头表示知道了 就在这时 魔物却正拖了束缚逃走 呵 你们还有时间在这轻轻握握 暂时放过你们 天要亮了 你们一个都逃不掉 灵瑶扯着神物的衣服 担忧道 现在怎么办 神物直接来了个人身攻击 魔物看你是个废物 肯定会避开我去找你的 灵瑶吐血 无法反驳好气啊 神物又说道 这里是幻境 也不是没有提升你的办法 说着 教了他一个咒语 灵瑶刚念完 便激动地发现 手心有金色的流光闪现 是顶级的攻击类法术 神物摸了摸他的头 别过脸去 有些别扭的道 不要得意忘形 也别想有的没的 不拖后腿就行 灵瑶回答知道了 他是在关心我 抬眼看去 竟发现大师兄的耳根有些泛红 清晨 女人独自在床上醒来 回想起昨夜 大反派师兄不仅教他咒术 还主动把床让给他 灵瑶拉过被子捂着脸 这会儿 师兄应该去找魔物了 难道我之前误会他了 其实他是个大好人 脸红红地掀开被子 不管了 先找线索吧 找到小赵寻医 被他央着要去人间玩 想着可以出去查找魔物 便欣然答应 正准备出门时 被一魔尊的侧氏教主 侧氏带着一个叫花儿的小娃来请安 灵瑶回忆着袁书里 这是男主同父异母的哥哥赵寻欢 由于母亲是人类 所以根基差不受宠 更是在七岁时母亲离世后 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只见小赵寻医愉快地上前 邀请哥哥一起玩 看起来关系很好的样子 灵瑶却在奇怪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 心结跟这两个人 有什么关系吗 小说里 赵寻欢陷害了他地好多次 男女主角列也是他在其中捣鬼 正在疑惑之际 这位陈夫人前来找到他 表示他自己没有灵力 无法解开人魔结界 所以想请他带他们回人界看看 灵瑶想到 或许是这次去人界发生了什么 才会对赵寻医形成心结 想要弄清楚原因 于是便答应了一起前去 到了人界 两个小娃很快玩到一起去 看着两个小朋友这样 很难想到后来会反目成仇 还有半个时辰不到 不知道沈巫找到魔物了没有 正说着 感觉到一只珠花插在了发间 回头就见沈巫站在身后 手从他发间拿下 随即表示还没有魔物的消息 灵瑶有些担忧 时间不多了 沈巫看着跑过来的两个小孩 正疑惑怎么多了一个 小赵寻医见夫君来了 便开心地拉着他们去买了两根姻缘室 这操作直接让沈巫黑了脸 看着小赵寻医那期待的眼神 和沈巫那即将暴走的表情 灵瑶觉得自己真难做 想到现在是在小赵寻医的幻境里 还是去求求沈巫好了 只见灵瑶一双大眼 可怜兮兮地看着沈巫 拜托拜托 师兄配合一下吗 我们没什么时间了 沈巫凶巴巴地别过脸去 虽然嘴上说着幼稚 最后还是没躲过灵瑶的撒娇卖萌 妥协地戴在手腕上 两人在幻境里逛到了天黑 沈巫淡淡地看着她 说不定魔物也在找赵寻医的心结 我们跟紧她就是 只听前方两个孩子玩闹的声音传来 娘亲 我们去放花灯吧 灵瑶便也上前去买了花灯 听说在花灯许下愿望 顺水飘走 就能实现愿望 沈巫低头看着她的动作 低声说 我不信这个 灵瑶放完花灯 拖三笑看她 那师兄猜猜我许了什么愿 沈巫顺着她的话问 什么愿 只见灵瑶俏丽的脸上是明媚地笑 我希望师兄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不会娶我姓名 沈巫看着她的笑 又看向她放的河灯 半想未雨 谁能想到有一天 竟然与大反派扮演夫妻呢 看着多像一家四口逛街啊 本是带两个小萌娃出来逛人界 顺便查找魔物线索 却突然被赵寻欢抓住手 只见她身上气息骤变 下一秒就被吸入了一个漩涡 就连大师兄沈巫都没来得及反应 她焦急地伸手 想要抓住灵瑶 等再次睁开眼 是在一个素白的灵堂 沈巫和赵寻一接不在 上前查看情况 棺材里躺的竟然是陈夫人 赵寻欢正跪在地上 往火盆里烧着纸钱 灵瑶想上前询问发生了何事 小赵寻欢却是满眼含泪 一脸凶狠地让她滚 说我不需要你们可怜 随即灵瑶看见飞舞的纸钱间 出现了一些记忆片段 当时修真界攻打魔宫 领头的是陈夫人曾经的爱人 陈夫人是被抢回魔宫的 魔尊残忍地控制了他的意识 让他亲手杀了前来接他回家的旧爱 陈夫人恢复意识后 无法接受这一切 企图杀了魔尊 但这无疑是自寻死路 而后小赵寻欢只能在冷宫和老奴相依为命 吃不饱穿不暖受尽欺凌 后来老奴也走了 灵瑶揪着衣领 一脸煞白 亮腔着坐在地上 有人用一身来治愈童年 所以赵寻一是可怜自己的哥哥吗 不 他是在痛恨无能为力的自己 如果有选择 他根本不想与赵寻欢反目 不想他恨他 母亲被关押 自己被魔尊以狠绝的手段压苗助长 陈夫人的死 而同父异母的哥哥在所有人的忽视 和笔薄下度过他悲惨童年 最终成为让赵寻一既痛恨又惋惜的对手 所以赵寻一又年无法释怀的心结 是他 突然 有声音唤他 灵瑶 灵瑶听出像是沈雾的声音 惊喜的四处张望 那声音却只是告诉他时间不多了 要赶紧杀了赵寻欢 灵瑶惊恐地道 疯了 那声音却告诉他 这只是一团魔气 赵寻一的心结就是他 只有杀了他 我们才能出去 灵瑶看了看自己的手 局促道 尽管眼前的赵寻欢不是真实的 但他 那声音看出灵瑶的犹豫 再度传来 为了一团虚影 把自己困死 未免可笑 灵瑶却是坚定地与他对质 审恶 我不认同你的观点 我不会杀他 也不会杀任何人 就在这时 周围传来一阵魔气 好 小妖怪 你好得很 灵瑶被突然的魔气冲击得 头痛欲裂 却也听出这不是神物的声音 是魔物 还好没信他的话 魔物猛然现身 冲着灵瑶的方向就过来了 没上当又怎样 我吞了那小子 一样可以东山再起 灵瑶看着近在咫尺的魔物 抬手将小赵循环抱在怀中 对着魔物就使出了神物叫的咒术 奔雷咒 只听轰隆隆的声音袭来 魔物发出巨大的喊叫声 电闪雷铭间 沈雷飞升而来 落于灵瑶身前 你做得很好 因你打破了结界 我才能进来 灵瑶看见沈雷来了 激动的眼角含泪 大师兄 你可算出现了 那条大蛇还没死 沈雷回头瞥了眼大蛇 脸上瞬间没了刚才的温柔 一个咒术丢过去 雷醒 只听天空雷声巨响 混合着魔物的声音交错 灵瑶惊觉眼前白光晃的睁不开眼 不知过了多久 还是一瞬间 灵瑶猛的睁眼 喊道大师兄 不远处 沈雷的声音传来 我在 灵瑶偏头 见穿着原来衣服的沈雷 站在不远处 含笑地看着她 这个女子竟然主动 对大反派师兄投怀送抱 只见她从床上弹起 就往沈雷方向扑去 边扑边哭喊着 吓死我了 我当时 好害怕呀 沈雷被她突然地亲密吓了一跳 生怕脑子里又出现奇怪的画面 连忙推开灵瑶 你给我站好 搂搂抱抱的 成何体统 灵瑶站好 稍微收敛了下情绪 凑近沈雷说道 一日复七百日恩 更何况有出生入死的交情 以后还望多多担待 沈雷低头 脑中回想着夫妻二字 心中划过一片一样 灵瑶娇称的声音传来 好不好吗 沈雷抬手掐在灵瑶的脸蛋上 又恢复到冷淡的态度 威胁她幻境中的是不许说出去 便有些气恼的转身走开 灵瑶摸着被掐疼了的脸颊 有些气馁 还以为经过这次关系便好了吗 结果还是冷血无情大反派 回头给赵寻一把了脉 体内气息充沛 看来是进阶成功了 不愧是男主角 简直是天道追着喂饭吃 幻境里顶着一张娃娃脸 全程躺银 正交代着孟千许照顾赵师兄的注意事项 沈雷却是神色复杂地盯着灵瑶的背影 孟千许想与沈雷道谢 沈雷在幻境中得知她吃了魔丹 背着脸讥讽的剧 她本事不小 便直接回了千鸡风 赵寻一醒来后便知道魔族身份瞒不住了 单独找了灵瑶 灵瑶惊恐 以为是想杀人灭口吗 赵寻一却说 只是帮忙找一件东西 是魂连 那是一件上古神器 魔界至宝 原本的作用是净化和再生 却被有心人用来吸食恶念转化成阴邪之力 重要的一点是 这东西后来落到了审物手 帮助她走上了黑化的道路 赵寻一说自己潜入正阳剑派就是为了寻她 多番探查发现就在四象天附近 希望灵瑶能帮她找 灵瑶一听 连忙拒绝三连 没时间 不太懂 还是算了 恰巧这是孟师姐来送饭 灵瑶连忙找借口溜了 跟大反派抢道具 我是活腻了吗 与此同时 千鸡风 沈无正在请教掌门师尊 自己平日谨遵教会 心不动念 不进不出 不起欲望 不增不点 近日遇到一个小妖 却是出现到心不稳的迹象 正阳剑派掌门听完她的描述 有些头痛的符额 表示又是利言道人 那个老顽童搞得鬼 拿起一枚妻子就要落下 一边解释 你修的是无情道 又是千年难遇的修道器材 她耗费自身修为 给你上了这个上赌禁术 可谓用心良苦 沈无回想的小时候 确实有一位老道人 说我假以时日必成大财 随后便用禁术 将我的情根悉数损毁 掌门继续说道 这个法术的触发条件 时让寿数组 碰到命定之人肌肤时 不由自主心生欲求 只要不碰到 就不会对人心生欲求 沈无正要落子的手突然顿住 所以那不是妖术 她是我的命定之人 还有比他们更穷的门派吗 竟然需要弟子们 用自制的灵药去换灵石 这天 灵瑶正在整理自制的止痛药 准备拿下山去换点灵石补贴家用 无良师尊这时带来一个任务 去无相似维护秩序 报酬竟有一百克灵石 灵瑶想都没想 直接接下了这个任务 小九提醒她这次任务十分凶紧 无尽天水城有邪碎出没 专门烈焰女子 灵瑶没当回事 不过是去看个场子 能有什么危险 而且邪碎哪有大师兄危险 到了出发的时候 才发现 任务的其他伙伴 竟然是主角团 看着赵师兄和孟师姐热情地给她打招呼 忍不住心生退意 该死的便宜师傅 太不厚道了 被Q的师尊此时却是非常满意自己的安排 多么好的一次历练机会 有沈无在 也不用担心她的安全 却不知道在灵瑶这里 沈无才是最大的威胁 刚准备找借口溜 却被沈无不由分说的一把拉伯 人齐了 出发 完全忽略灵瑶发出的抗拒 没过一会 沈无就后悔了 此时他们正遇见飞行在半空中 身前的灵瑶紧紧搂着她的腰 沈无无措地推着她的脑袋 别得寸进尺 占便宜没够是不是 灵瑶八爪于试地贴在她身上 眼睛紧闭 我害怕吗 万一出现飞行事故怎么办 沈无被抱得脸颊泛红 你再嘟囔一句 就把你踹下去 不一会 见得速度慢了下来 灵瑶吓得眼泪都出来了 怕要掉下去了 死死抱着沈无惊恐地嚎了起来 沈无无奈解释到这件吃零食的 载了两人的重量耗费的快 随即让她拿点零食出来 灵瑶的储物袋都拿来装药材了 也没带多少零食 沈无听后便直接原地降落 打算去天水城找个钱庄换零食 灵瑶被这高速的跳楼体验整个够强 一下来就拖了一地彩虹 沈无却没事人一样 等她吐完 沈无告诉她已经传音让赵寻一他们先走了 正还要说什么时 不远处传来找大夫求救的事 随着声音看去 是一个富人模样的女子 焦急地询问她对面神棍事的人 我大宝怎么还没有好 灵瑶看不过去 准备钱去给人看看 沈无让她别管闲事 还要赶路 灵瑶却是说毕竟也是一条人命 谁让碰上了呢 上前表明身份才知 大宝竟是一只小狗狗 灵瑶满脸僵硬 她就是大宝 虽然无语 但竟然上来了 就给她看看吧 拿出自制的止痛药 轻柔地涂抹在小狗伤口上 下一秒 伤口直接就愈合了 把旁边的围观群众都看呆了 灵瑶心里暗喜 按这个世界的设定 金创药似乎是高级炼药术法 富人连忙起身道谢 对面的神棍却是赶紧卷钱跑路 生怕跑慢了要赔钱 围观的群众看着如此高阶的灵瑶 纷纷掏出家当 想要买她手上一盒止痛药 正在不知所措时 沈无拉过她的手臂说道 路见不平结束了 你陪我去换些零食 好继续赶路 灵瑶这回反应过来了 这可是个赚钱的好机会 连忙推她让沈无自己去钱庄 转头开始吆喝 大家别抢 价高者得 欢迎进家 沈无看着她这副德行 满头黑线 这什么命病之人 就她 越看越气 转身大步离开 就让她自己待着吧 却没人注意到 暗处一女子正勾唇 看着这一幕 这个女人正在大街上 抱着一箱零食美滋滋 只应用个止痛药 便卖到这么多零食 这是一个姑娘前来喊到林瑶 泪眼朦胧地表示 她家小姐病了 想请她过府看病 林瑶连忙婉拒 解释指挥些草料 不是专业大夫 心想 万一是疑难杂症 我又治不好 那姑娘表示钱不是问题 当即拿出一把零食道 这是定金 事成之后必有重险 林瑶最后还是没抵过金钱的诱惑 便给沈悟留了字条 救死扶伤去也 还请师兄先行一步 沈悟黑着脸 真是财迷心巧 正看着字条时 便听到街上路人的议论声 八成又有女子要走丢了 进来要挟作祟 结界形同虚设 明明请了修士来驱邪 却是一点用都没有 沈悟沉默地烧了手中的字条 问起一位旁边店的老板 可知刚刚卖药的那位姑娘去哪了 老板指了一条路给沈悟说道 他刚跟一个不知道 哪个府上的丫鬟往那边走 沈悟黑着脸到了声泄 与此同时 林瑶在一张陌生的床上醒来 屋里点着不知名的香 揉着脑壳想着前一刻的记忆 一个丫鬟把我带到胡同里 正在想着 眼前突然出现一个红衣男人 男人只披着外袍 能清楚看到他的八块腹肌 只见他上前来摸着林瑶的脸颊 笑得有些邪气 今天运气不错 抓到一只结了单的小妖 林瑶吓得连忙往后退 以为这人想顿了他 林瑶只会动也不敢动 抬手欲阻止他的动作 同时说着 妖怪的肉想必是不好吃的 你要钱我给你啊 要命我可给不起 男人舔着唇瓣 完全看不上他那点饮食 只想跟他做恩爱的事 原来这就是那个 专门烈焰女子的家伙 抓女子来采印度洋提升修为 林瑶不明白这人 看着修为也不低 为何要走这种邪道 男人好心情地解释说 为了在无相似的法会上 抢夺两一拳 两一拳能让林芝生长 枯木逢春 有七死回生的功效 或能得两一拳 便有了金刚不坏肢体 随即男人便迫不及待地 贴近林瑶 笑道 此处结界隐蔽 你的同门不会找到这道 刚说完 只听刷的一声 结界便被破了 男人正中 打脸也来得太快了些 沈悟已经站在了他背后 时间阴沉地盯着男人 别碰他 男人反手就把林瑶锁在怀中 捂着他的嘴 锁着他的双手 冲沈悟笑道 居然这么快追到这里 随即抬手召来一个结界 隔绝沈悟进入 沈悟不以为意的一键踢上去 谁知杰界纹丝不动 男人胸有成竹的解释 我这地级灵宝 还没人能打破过 邪笑地看着杰界外的沈悟 圈住林瑶的手开始不安分起来 恶劣地当着沈悟的面 想要占有林瑶的身体 林瑶被吓得眼泪直流 感觉还不如死在沈悟手里 却在下一步 白光一闪 沈悟便已破开结界 踏光前来 淡漠地抬眼 我说了他的命 是我的 只有我能动 没想到这么快 大师兄的脑内开车 就开到了现实 只见沈悟踏光而来 酷酷地说了句 他的命是我的 只有我能动 随后便一剑飞去 直指采花男胸膛 林瑶趁着男人愣神的片刻 猛地推开他 向旁闪去 林剑飞驰而来 以迅雷不及眼而知识 扎入男人胸口 男人不可置信地看着胸前的剑 还未想明白结界怎会被破 就已消散在了空中 沈悟收拾完邪碎 收了零件 正准备教训下 一个人乱跑的林瑶 走近林瑶才发现 此时的他很不正常 只见他脸颊飞红 眼神迷离 浑身不自知地颤抖着 双手胡乱地扯着衣领 沈悟担忧地上前 抬手问他怎么了 就在靠近的一瞬 被林瑶猛然拽住手腕 拉下床踏来 沈悟惊了一下 很快抬手握住他的手腕 如此姿势让他脸色也有些发红 见他现在的模样 猜想莫不是这屋里的香有问题 林瑶此刻已没了理智 衣衫凌乱 难受地望着身上的沈悟 师兄 救救我 我好难受 说着轻声一口 舔在了沈悟下巴处 沈悟猛的遗症 都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又是命定之人的触碰 当即脑子里浮现了 两人相拥的画面 沈悟决定顺从自己的心 抬手俯上林瑶的背 俯身稳了下去 好 接下来是大家都不喜欢的画面 我们直接跳舞 随着时间的流逝 屋内的现象终于燃尽 林瑶也在这一刻恢复了理智 清醒的林瑶只看见 眼前大片的胸肌 而自己正坐在大反派的身上 手上还拽着人家衣服 当即头皮发麻 瞬间跳出两米开外 沈悟在他离开自己后 也红着脸坐起身 缓慢地整理着凌乱衣裳 暗想自己竟也沉溺于此 是能力带来的预言开始应验了 还是我对他 这边林瑶更是内心崩塌 红着脸满头混乱 自己竟然占了沈悟的便宜 他也没反抗 是不是对我有想法呀 可他是大反派呀 不会喜欢我这个炮灰小透明的吧 更何况他修得无情道 万一扰乱了他道心 那我岂不是把死气提前了 谁能想到林瑶能这么大胆地扑倒了沈悟呢 待清醒之际 两人各怀心事 都未提及刚才之事 还是沈悟先开口 要赶路了 谁料林瑶正要起身 却因为吸了太久的迷香 腿软的即将摔在地 沈悟迅速抬手抱住他 空气突然一片寂静 林瑶感觉心跳有些快 忙找些话题来缓解这有些暧昧的氛围 大师兄怎么找到我呢 沈悟顺着他的话回道 出发前 在玻璃镜上付了你的灵力 顿了顿 补了剧 以防万一 林瑶自我安慰 虽然经历了些波折 还好之前赚了不少零食 随即却发现装零食的箱子空空如影 这时沈悟告诉他 为了救他 零食都被裁云剑吃掉了 林瑶不敢相信地抓住沈悟 全都吃光了 正在心痛得好不容易赚的零食 突然想到刚才的邪修说他有地下宝库 当即拉着沈悟就要去找宝库回血了 沈悟想说我不差钱 却见林瑶已经跑远了 经历万般波折 终于平安到达无相寺 林瑶也并没捞到宝库 因为地下宝库什么都没有 两人跟着一位住持大师往寺内走 林瑶却发现一直走不到头 气喘吁吁地拉着沈悟的衣服 表示走不动了 只见沈悟上前便问大师 为何刁难他们 大师夸了句沈悟 小友果然少年英雄 随即周围的场景变化 原来刚走的路都是竖法变的 完全没有察觉到 大师竟只说是开玩笑 沈悟被大师单独邀请谈话 他回头叮嘱着林瑶不要乱跑 他很快就回来 林瑶点头答应 这时梦师姐突然出现 吓了林瑶一跳 梦师姐询问为何这么久 不会和沈师兄发生什么了吧 林瑶当即否认 脸上却染了一抹红 慌慌张张地转移着话题 大师兄跟住持看着很熟的样子 梦师姐告诉他 大师兄在这住过一段时间 因在墙堡中就被人抛弃 幸而圆灭住持及时发现了他 大师兄从小是个活修 天资聪慧 在剑术上颇有天赋 八岁已经进入住基期 后立岩道人找圆灭商议正事 见大师兄会根不浅 便把他带回门内 林瑶听后想到原住中沈悟的黑话 难道又应是至亲抛弃自己吗 与此同时 沈悟这边与住持对坐而谈 圆灭大师表示 这次叫他们来有两件事 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诅咒事件 另一个就是无相似 一年一度的精鼎法会 法会是为了挑选精鼎的所有者 只是 十来年各界数万人参加 无一人合格 而这精鼎 本不该归无相似所有 本是为了赚钱才接的任务 却把自己接到了大师兄的玄机风 圆灭大师与沈悟讲述了任务情况 五百年前的一场仙魔大战 两一拳在精鼎外援与其一同坠落 当时的大师认为两件领宝相辅相成 便放在一起 不允闲杂人等靠近 后来才知道 两者原是互相牵制 精鼎先要压不住两一拳的力量了 神物听着抬眼看向圆灭 所以大师的意思是 圆灭突然眼神放光说道 我掐指一算 近日必行大运 终于能等到能使用精鼎的有缘之人了 回到主角团 赵寻一捏着下巴寻思着 选精鼎石油者 是要打车轮战吗 孟千许一脸担忧 打架吗 我最不擅长这个了 要是早知道就不来了 赵寻一却是满脸兴奋 月月预示到我能打 神物打断他们 肉体繁胎是根本无法驾驭的 我们只是维持一下秩序 确保比赛的公平 赵寻一听到不能打架 整个人一下烟了 孟千许突然转头看向灵瑶 想起灵瑶试妖 激动地抓住灵瑶让她去试试 灵瑶连忙摆手 打消她的脸头 开玩笑我只是个植物系小妖啊 法力低微 治病还行 打架就免了吧 正这么说着 神物突然俯身过来 现在知道修为低了 低头贴近灵瑶数落她 但凡之前好好修炼 也不至于看着大好机会从手里溜走 灵瑶看着她越来越近的脸 脸颊渐渐泛起红韵 干嘛离这么近 低声回道 大师兄说的是 下一秒求救般地看向赵寻一 赵师兄什么时候有空叫教我 赵寻一突然被点名 当即接收到神物的死亡视线 连忙拒绝了灵瑶发出的求救信号 神物直接拍板了灵瑶的去处 要么搬到玄机峰 要么别回去 随即一句散会后大步离开 留下三小只独自凌乱 赵寻一和孟千许窃窃私语 大师兄还没主动留人在身边过呢 这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灵瑶回头就看见 两人一脸磕到了的表情看着她 来到法会当日 现场人满为患 灵瑶发现原灭大师一直冲她笑 她有些不知所措 只见原灭主动搭话灵瑶 小友 沈无小友 洪老那说起棍 灵瑶心想不会是告我状吧 大师却又一脸磕到了的表情 独自开心道 观心自在 欢喜随缘 阿尼陀佛 灵瑶莫名其妙 这可能就是大师吧 听他们说话 大会正式开始 只听阿的一声 一个腰就被打下了擂台 灵瑶奇怪地问原灭大师 灵瑶不该是自己认主吗 为何要这样鄙视 原灭给了一个非常随意的答应 因为正道那些人小气得很 不愿弟子们对外展露实力 抬起略带嫌弃的眼神 老那不带他们玩 灵瑶无语 所以这次比赛 只是为了哄人进来打架给他看 看着一脸傲娇的原灭 哈哈 大师睿智 那真正的法会内容是什么呢 原灭双眸突然锐利 继续看就知道了 无相思法会召开 所有妖族争相前来参赛 只为争夺领导两一拳 一个嚣张的声音传来 一起上吧 本王子奉陪到底 原来是妖王之子 陆成 原著中这头花豹 与赵寻义不打不相识 红征风相对道惺惺相惜 最后联合起来对付大反派审物 可惜最后为了保护女主 被审物残忍杀害 本体还被做成了暴皮地毯 只见他这回意气风发地站在擂台上 还有谁 上来啊 见以无人敢挑战他 更加嚣张了起来 对着原灭法师喊道 突驴 实相地赶紧把法宝交出来 不然 我扫评你们无相思 林瑶还在感叹这人的嚣张镜 突然感觉自己身体飘了起来 竟是圆灭大师将他送上了擂台 小友 去教教他 作为一只妖如何与人相处 林瑶心中一万只草泥马 在场的谁不比我厉害 非要我去送这个人头 本事不关己的审物 也被这波操作惊浪 逮住一个僧人吼道 他灵力这么逼 现在跟宋死有什么区别 快让他下来 林瑶这边刚站稳 就被对面攻了过来 连忙狼狈地闪躲着 暗骂着不讲武德 一边闪躲着 一边说道 喂 我没猜错的话 你来这里是为了你父亲吗 两一拳就不了他了 你还是放弃吧 花豹满脸震惊 妖王病重这件事少有人知 林瑶趁他愣神 赶紧拍打的结界 希望圆灭良心发现放他出去 他怎么打得过呀 这边花豹更是发了狠 传闻两一拳能让人起死回生 他若能带回去 老妖王恢复健康 一定能振兴妖族 随即一把抓住林瑶肩膀 可你为何说两一拳救不了人 掐住他的脖稿 举上半空 最难的说道 我就是知道 快放手 心想当然是原著中写的了 父亲驾崩 后母上位 崩斗失败后才与赵寻义结识的 台下 孟千许一脸担忧 这人林师妹怕是对付不了 赵寻义这个人倒是心大得很 甚至还觉得有意思 对着旁极的不行的孟千许说道 看咱大师兄都不急 肯定没事 而口中不急的大师兄 已经在手中续上灵力 准备硬开铁剑 旁边的僧人正在努力地劝着 马上要抱走的神物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只见两一拳发出异动 神物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林瑶就在感觉自己要窒息的时候 嗡的一声 金顶破水而出 直接飞入林瑶的手中 随即花豹便坦叫着飞了出去 所有人都呆住了 不明白这突然的反转 究竟为何 谁能想到重妖皆想要的法宝 竟认主了一个无名小妖呢 林瑶被原灭大师送上了一台 冰死之际竟被金顶法杖认主 所有人皆不敢置信 只见金顶刷的一声飞出 轰隆隆的爆炸响起 带烟雾散去 花豹摔在地上 地面细碎 脑袋旁还插着金顶法杖 恼羞成怒的花豹 质问着他 你是谁 故意装得秀为低威 耍我呢 林瑶握着自己回来的金顶 满脸无措 我真的只是个无名小妖 此时原灭大师出来 宣布了此次大赛的结果 结束后原灭说 他是第一个能驱使金顶之人 想请他安抚暴动的两一拳 林瑶自知修为低威 赶忙推举 却被原灭拿出的 基本武功秘籍诱惑 正在犹豫之际 宣布却替他答应了下来 原灭趁机把秘籍 往林瑶手上一塞 匆匆走人 林瑶抱着秘籍 有些生气宣布给他做了决定 又不是他夫君 夫君 突然被自己的想法 搞得脸红耳赤 连忙转身 动作过大 引着宣布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这天林瑶在屋里修炼着法术 感叹着这地方 真是和他水墓灵根修炼 自己敬以结单 这时沈无突然出声 你现在才知道 把沈溺在自己世界的林瑶吓了一跳 忙问沈无何时来的 沈无说好一会儿吧 过来是找林瑶帮忙治个病 只要与人有皮肤接触 就会感知到与这个人最亲密的画面 并且完全被动发生 不受控制 林瑶思考着 大反派还有这种设定 原著中没写啊 在三针灼后 还是问了俊 那我跟你最亲近的画面是什么 没想这话一出 沈无想起那些不可描述的画面 红了一张俊脸 沉默许久未答 而林瑶还陷在原著剧情中 一心只想着狗活 心想不就是杀我祭天吗 有这么烫嘴 还自我找了个合理的解释 因为提早遇到了沈无 所以他在四象天就想杀我 沉默许久的沈无说道 我的道心不能动摇 林瑶惊讶地抬头 他到底看见什么了 竟然会影响道心 沈无知他喜爱财宝 许诺道 只要能治好他 酬劳抱他满意 林瑶激动地想 这可是个好机会 说不定能以救命之恩 但他不对我出手 随即抬手对着沈无说 他只提一个要求 沈无让他提 以为自己赚了的林瑶忙说 无论我有没有治好你 都不能对我做 你用能力看到的事情 沈无抬眼看去 你知道我看到的画面是什么 觉得自己拿到 免死金牌的林瑶回 你不愿意告诉我 肯定是不太好的事情了 沈无撑得下巴好笑道 行 将来你哭着求我 我都不会对你做那件事 林瑶无语 谁会哭着求他杀掉自己啊 在答应帮无相四 安抚两一拳后 沈无与林瑶也来到 两一拳查探情况 只见泉水里冒出一个小团子 这竟是两一拳的拳领 林瑶上前与之交流 原来他本是 昆仑之巅的两一拳里 一只小小拳领 却被突如其来的巨账 打破原有的瓶颈 当时是旁边的菩提树 保护了他们 这只却意外跟随法杖 掉入了无相四 沈无表示 看来都是出自 昆仑之巅的灵宝 林瑶想到自己 能得到他们的亲近 莫不是与昆仑之巅 有什么渊源 小拳领点的小脑袋 表示想回昆仑之巅 林瑶被小拳领萌化 忍不住抱住来了的 亲力蹭蹭 却没发现神物在背后 盯着小拳领正散发着恐怖气息 联想到原助理 先魔大战后 整座昆仑山都被冰封 这拳领怕是唯一的幸存者 原灭大师突然出现 让林瑶带他回昆仑之巅 小拳领一见原灭 便咫牙咧嘴 林瑶忙抱住小拳领 不准对大师咫牙 大师只想赶紧打个吊拳领 免得他影响了僧人和乡客 要么带走 要么封印 林瑶看着手里的小团子 终究舍不得他被封印 大师劝到那边带他回昆仑吧 林瑶想着或许可以去昆仑遗址看看 顺便甩掉大师兄他们 便欣然决定了 却没想到审物比他还快回答 我们会把事情解决好的 最后的结果竟是又变成了私人组 林瑶还在惋惜丹菲计划失败 身后一声音传爱 竟是花爆还不死心 冲出来抢夺两一拳 林瑶连忙闪躲开 并试图跟他讲道理 两一拳真解不了你的困局 说着迅速跳到沈悟背后 一副抱了大腿的模样 这次我师兄在哪 你打不过他 快放弃吧 却没想到大腿沈悟直接把他推到前面 一副不打算出手的样子说道 别怕 给你练手 林瑶没想到大腿不稳了 正忐忑地看着沈悟 不愿挪脚时 沈悟突然弯腰贴近他耳旁 有我在 不会让你出事的 尽管去吧 顺便一把将赖在林瑶身上的小拳铃领走了 美其名曰替你保管 林瑶在他靠近的一瞬 心变扑通扑通乱跳 两人间的氛围也莫名了起来 就在这暧昧发酵之际 只听一声惊叫 两人瞬间寻声看去 花爆的手已掐在了孟千许的罗格 赵寻忑紧张地上前大喊 快放开他 林瑶见此连忙催促沈悟去救人 却见沈悟面色不变道 我只护着你 林瑶猛地背着巨霸总与路撩叨 正在恍惚之际 沈悟抬眼冷漠道 毕竟话还未说完 另一边孟千许已经把花爆做地上了 林瑶惊得下巴都要掉了 耳边沈悟淡定说着未说完的话 除了你 也没人需要我救 酒楼中 被两个女生打败的花爆正在脑幕的狂吼 沈悟打断他们的嬉闹 谈及为何执着两一拳 花爆坦白 妖王病重 无足当道 恐怖及其他各界 急需治好妖王来稳定妖族 林瑶听后忙说道 两一拳并不能治好她父亲 但是我可以 这个女人为了赚钱 主动提出去给妖王看病 花爆听闻她这个小妖竟会治病 惊讶之余却是不敢相信 但在孟师姐的极力推荐 与林瑶自信满满的样子中妥协 保证道 只要能治好妖王 条件随她开 林瑶就等着这句话 当即眼眸放光 伸出一只手笔划 我要这个数 盘算着五百颗 虽然比制造寻衣贵了点 但好歹妖王之子 讨价还价一下应该能谈下来 想当初我审物那点钱 简直是九牛一毛 她应该能感觉出我对她多恭敬了吧 没想到花爆听后完全不惊讶 甚至觉得挺合理 当即就掏了零食给她 不还价的土豪行为把林瑶看呆了 怀疑自己要价低了 感觉亏了一个亿 这一收了零食 便要开始跟花爆去万腰城了 以为可以跟主角团分道扬镳 正想让他们先走之际 孟师姐却表示 已经与门派打好招呼了 现在随她一起去万腰城 林瑶怎么也没想到 最终又变成了四人行 沈无甚至还堂而皇之地说 妖王之事也是为了各界和平 让林瑶一人去不安全 花爆见他们商量好 当即便安排了飞行船准备出发 一行四人只有林瑶满头飞线 孟师姐开心地像是去游玩 沈无却有些不满要坐飞行船走 心想如此林瑶便不能搂着她的腰遇见了 不得不说大师兄你羞无情道可惜了 终于抵达万腰城 花爆表示需要乔装一番 免得胡族人警惕 看着他们四人想了想 抬手让林瑶和沈无伴做夫妻 孟谦虚与赵寻一也是 林瑶一惊 在赵寻一幻境中已经折腾得够瘦了 再来一次 怕是要撕五脏身之地 想了个托词 我只是个无名小妖 让我与大师兄伴夫妻 你把大师兄放在那里 说完还谄媚地对沈无道 对吧大师兄 一直没说话的沈无却是黑了脸 花爆觉得麻烦 又提议扮她的情人 此话刚出 就被沈无狠狠地瞪了一眼 这一眼差点让花爆 有种被扒了皮的感觉 察觉到林瑶半天没拒绝 沈无又恶狠狠地瞪着林瑶散发着低气压 第一时间拒绝与她扮夫妻 跟别人扮情侣却默认 花爆看着气氛都不对 最后决定干脆都扮仆人好了 这次倒是没人反驳 沈无与赵寻义两个男人 却是同款失望表情 却也没有多说 便这么定下 几人商量好 进了宫宴 花爆炙开端飞 林瑶趁机去宫殿给妖王治疗 只见花爆游刃有余地应付着宴会 孟师姐却是真心在玩 赵寻义在旁无奈地护着她 月明星期间 店外躺着几个昏倒的人 沈无带着林瑶溜进店内 催促她抓紧时间整脉 建房内不远处床上躺着的人 走上前去抬手搭上手腕 下一秒却惊讶地瞪大了眼 这人竟然没有脉搏 这个女子本是来看病 却被大师凶压上床塔 沈无带林瑶溜入店窗给妖王看病 却没想到床上的人早已没了脉 就在林瑶惊讶地诉说这事时 沈无呼听门外有声音传来 连忙一把握过林瑶倒入床塔 林瑶被突如其来的贴贴弄得愣神 刚要说话就被沈无忽了 心生到有意义 随即又把林瑶往自己身上压了压 解释到靠近 她释放个隐身束缚 林瑶完全没注意她说了什么 只觉周身都是大师兄的气息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一声端夫娘娘驾到 原是察觉到禁锢法度被迫的端妃等待 她清秀了下 并未察觉到其他人的气息 端妃动本能 竟感知不到他们 说明修为在她之上 连忙喊人进来搜查 却见喝着酒的花豹出现在了门口 花豹一见她便冷地道道 在父王殿外如此不管不顾 您是要造反 端妃不甘示弱地回答 皇上并重 本宫不过是紧张了些 少主莫要用这话商人 以免有事得行 林瑶听着外面的争风相对 觉得路程也挺不容易 又又丧了 妖王若不幸虹使 端妃一脉不会放大 端妃争变中还不忘早人 正要掀起万丈 皇上的两人鼻息看着那只手 呼在审物身上的林瑶 更是紧张的冷汗直流 就在这时 一仆人突然喊道 小殿下哭着求见娘娘 端妃一听是自己人的 连忙就要过去 走之前还被发暴奚落了一番 时刻注意着外面形势的林瑶 听着渐渐远去的脚步声 忙转头与沈无道 太好了师兄 他们终于走了 说完一把拉起被压着的沈无道 我们也快点走 免得有人折返回来 一直毫无表情的沈无被被拉 猛地贴近林瑶 嘴唇擦过林瑶耳垂的一瞬间 脸上瞳孔够张 脑海里又浮现了与林瑶的亲密画面 竟是自己用这衣衫不整的林瑶 坐在自己腿上 连忙后退几乎说的 我们该回去了 转身捂着疯疯乱跳的行 暗示师的告计自己 那是大脑派 我只是个炮魂 晚上回到自己床上的林瑶 捂着自己通红的脸 根本冷静不下 除了今天的贴贴 还有喝多了个孟师姐对此说的话 她对林瑶说大师兄虽然脾气快害凶 但她绝对想念 林瑶烦躁的捧着自己的小朋友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确实多 我俩还记得 要不是知道原住举情 我也会误会 安安安慰着自己 谁不会对一个帅气多精武力值还高的人心愿 我这脸弧心跳一下 没错 脑中却忍不住有个声音说 如果沈无不是大反派就好 如果我能改变剧情 忽然又被自己的想法顺惊到 原住里那么多足够美 都没动摇她的当心 在各种胡思乱想中终于进入梦乡 却没想到睡着后 沈无出现在了她的床口 沈无也远没有表现出来的平静 只见她紧盯着林瑶 用脱下手套的手 裤上了林瑶的唇弹 轻声说着 如果是你的话好像还不错 经过了一夜的胡思乱想 四日与花豹一行人交换的信息 本以为是给妖王看病 昨晚却发现那根本不是妖王 而是端飞施展的幻术 花豹一听更是惊讶不已 自己竟都没发现那副王是假的 一行人猜测着妖王可能已经被杀了 沈无却表示应该没有死 赵寻一致是猛的一拍手 有道理 无是一族权势极大 如果妖王已经死了 那还不得把花豹也给杆了 林瑶点着下巴 既然维持着万妖城平和的假象 说明妖王的身份还有用 沈无冷静地点头 不错 邪天子已令诸侯 现在难题是众人皆不知真的妖王在何处 对时林瑶注意到 精灵法杖突然闪了一下 拿起法杖太猛地想起不见了小泉灵 忙四处寻找 想着昨晚留在房间里的 可昨晚回来竟想着某人了 谁还记得小泉灵啊 两人想到之前就是花豹要抢两一拳 不会是花豹偷的吧 齐刷刷的钉向花豹 吓得花豹连忙摆手 别这么看我 我还没那么下作 沈无自顾自地找了线索 在一块桌面上发现了全灵的灵气 灵瑶忙用金顶来查探着灵气的去向 顺着灵气看去竟是龙击鼓 花豹解释那是万妖城的禁地 据说那里盘着一条恶龙 灵瑶担忧着既然是禁地该怎么过去 这时赵群一说道 昨晚花豹设局让小皇子失踪 在所有侍卫都支走了一半的情况下 端妃身边的贴身女官 却第一时间去冷宫看了一口枯井 沈无当即拍板 那口井肯定有端妃在意的东西 我们去看看那口井 赵群一应要照顾喝多了的孟千许 沈无便让她带孟千许先出城 灵瑶三人来到冷宫枯井 却见那井蔓延着许多铁链 并且魔气很重 三人脸色都有些凝重 灵瑶上前查看 猜测端妃是在这里藏了人 放出两个小指人下去查看情况 只见铁链上还贴着灵符 下面锁着一颗珠子 沈无瞳孔猛地缩了下 这是龙珠 灵瑶惊讶地无嘴 那是跟妖丹媲美的重要之物 花豹说起当年父王夺嫡被暗算 就是被龙女用龙珠所救 难道是此物 灵瑶看着被锁住的龙珠 很是不解 按理说龙珠能增强修为 为何要捆绑紧 沈无表示是有人故意用铁来限制她的 正说着 花豹不管那么多 直接跳入枯井 就要去取龙珠 却被上面的灵符弹开 暴躁花豹正要骂娘 只见她操控的小指人 刷刷两件 俘虏便被破了 花豹扯过断裂的铁链 就要伸手取龙珠 沈无连忙提醒不要用手拿 会被烫伤 下一秒却见花豹已经把龙珠拿在了手上 还说着你确定吗 好像没什么事啊 沈无见此也很震惊 难道说花豹有龙族血脉 闭口枯井竟牵扯出诸多虔诚往事 灵瑶两人正等着枯井中的花豹出来 却被得知消息赶来的端飞包围 只听她污蔑花豹是君是负 冷血无情 以为灵瑶一行员是花豹的手下 甚至意图策反他们 还在井中的花豹被端飞着 颠倒黑白的说法器的直骂娘 一拳垂在了地上 这时井中却突然有嗡嗡的声音传来 手中的龙珠也顺势飘去 只见一抹红色的灵气裹挟着龙珠 花豹连忙要去把龙珠抓回来 枯井外舍入让灵瑶先走 她来拖着端飞 自知武力之为灵的灵瑶也不多逼逼 到了具小心便跳入井中 却没想到井中竟是连接着另一个空间 正要找花豹的时候 却见到一只受了伤的白龙 作为医者的灵瑶忍不住上前查看 看起来还伤得不轻 这时却有一位黑衣男子出现 还到了具等你很久 灵瑶敬意地看着突然出现的男子 问他是何人 男子知道他是谁不重要 只希望灵瑶能帮忙救救这条白龙 随即把两一拳的拳铃放了出来 还给灵瑶 灵瑶才知元氏之人带走了小全灵 忙抱着全灵安慰了一番 看向男子猜测道 应便是妖王吧 现在万妖城全乱了 胡祖马上就要上位 应不去阻止了 男子只是神情悲伤地低下头 说他确实是妖王 可他现在只想陪在他爱人身边 他爱人便是花豹的生母 这时刚没找到的花豹也出现了 妖王惊讶他为何在此 完全不知自己儿子被端飞陷害 到处被追杀 只见花豹眼角湿润 看向妖王说道 端飞曾说关在此处的恶龙是他阿娘 原以为是吓唬他的 现在看来另有内情 妖王告知当年夺位险些丧命 便是花豹他娘拿龙珠救的命 后来便顺理成章地生下了花豹 却没想到为了稳固势力 与胡祖联姻的胡姬 杜星太重 不仅毁了欲网符 还弄丢了龙珠 如今白龙已时日无多 他才想用两一拳救活他 不得已带走了小全灵 为了便是引灵瑶到此救白龙 说吧妖王竟对灵瑶弯腰祈求他出手 灵瑶连忙制止了他 看向白龙的伤势 解释并非他不愿意出手相救 而是白龙如今伤势 主要是失了重要的龙珠 说到此时 花豹想起了刚在枯井中拿的那颗龙珠 连忙拿出来 紧张地问是这个吗 无意中得到的龙珠 竟然是自己多年未见亲生母亲之物 龙珠回到龙女本体后 可不得伤势迅速愈合 花豹在旁边担忧地问灵瑶 是不是有了龙珠就可以了 灵瑶保证 当然 并且不需要他们做什么 龙女便会自己恢复 随着话音刚落 龙女一声怒吼 伤口瞬间愈合 随即白龙化为一名白发女子 花豹猛然冲过去扶住他 激动地喊道阿娘真的是你 多年未见得母子俩 相拥喜极而泣 而刚刚还一脸为妻子担忧的妖王 却是没看一眼龙女 直接找到灵瑶 执着地让灵瑶用两一拳为龙女疗伤 灵瑶感觉到奇怪 但还是解释说没法驱动两一拳 谁知此话一出 刚还和善的妖王突然变了脸 凶神恶煞地表示怎么可能 见灵瑶不知去 反手就想掐上灵瑶的伯狗 喊着既然不能驱使 那留着你也无用了 就在此时 一双手将灵瑶揽过 转头看见是赶来的大师兄 忙欣喜地问他端飞解决了 审物将他护住回到 端飞接到急报匆忙离开 估计正往这赶来 花豹见自己父亲竟对灵瑶下手 质问他为什么 现在的妖王全然没有求医的态度 凶横的命运 赶紧让他用两一拳 治好龙女的内伤 并且斩断龙女与他的牵绊 几人猛逼 斩断牵绊是什么意思 不是因为端飞才受困于此吗 妖王争着星红的双眸 端飞那种角色 我会受制于他 你这个拎不清的 我看你妖王之位也别想继承了 花豹仿佛没认识过她似的怒吼 我才不懈害你那位置 跟端飞争也不过是为了救你和阿娘 龙女借儿子背对 转头怒怼妖王 够了 你这个骗子 随后心疼地俯着儿子的脸 说出了当年的真相 原来当年还是少主的妖王 惨遭敌对势力暗算 被路过的龙女所救 她便盯上了龙女为她疗伤的龙珠 以热烈地追求报的美人归 还让龙女给她生了个儿子 谁知她为了稳固势力 与狐足联姻 龙女伤心欲绝 决定讨回龙珠离开万妖城 却被妖王以无理取闹拒绝 两人大吵了一架 在争吵之际说出了实话 她娶龙女只是为了得到她的龙珠 而此时失去龙珠的龙女 根本不是妖王的对手 妖王封印了龙珠 并将龙女软禁于御网湖 但铁链对龙女的腐蚀 让龙女病痛越来越烈 妖王饱受同样的痛苦不知何故 最近才从一黑衣人那得知 她通过龙珠修炼 以与龙女节气 才会感同身受 如今只有驱使两一拳才能解除契约 她自己也发现离龙女远了 变回力量减弱 而龙女为了牵制她 故意不变回人形 花豹听后很愤怒 原来一切重病的假象 都是妖王自导自演 灵瑶却问了个关键问题 那黑衣人是谁 为何会提到两一拳 花豹也猛然想起 两一拳能救福王也是一个黑衣人给的消息 本是拉着一堆人去救自己的妖王爹 却发现这一切都是妖王爹的自导自演 正在此时 却听赶来的端妃诧异的喊 王上 您还活着 龙女也在 灵瑶心想大师兄果然说对了 她追过来了 而接下来出现的一幕 却让灵瑶震惊一万年 只见妖王愤怒地看向端妃 你还敢出现在本王面前 本想回去再找你算账 现在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说着一掌朝端妃打去 只听通的一声 端妃还没来得及说话 便被打翻在地 而妖丹也被这一下打碎裂开来 随即显出狐狸原形倒地 妖丹也随之砸向地面 花豹被眼前妖王的行为震惊 质问她为什么 她明明是你的妃子 妖王却是无所谓的 我杀了又如何 不过是我的垫脚石而已 这边灵瑶惊恐的无嘴 妖丹可是一只妖千百年的修行 就这么被毁了 还是被曾经的爱人亲手杀死 灵瑶不能接受 随后小心翼翼地看向一旁的沈悟 同样是反派 至少沈悟狠地坦坦荡荡 还不屑于做这等欺世道明 口秘附件的刑警 花豹还在那质问着妖王 为什么她要一错再错 而妖王却是半点不认 回头怒吼 我何错之友 救自己命是错吗 振兴妖族是错吗 稳固朝装是错吗 生下带有龙族血脉的继承人是错吗 花豹听不下去了 打断她 我宁愿不做少成主 只做一只普通的小花豹 也不想像你一样冷漠无情 说着就要带他们离开这里 这颗的妖王完全没有搭话的兴趣 举起手换出一股灵力将他们包围住 神武见此连忙将灵妖推开了去 喊道快躲开 灵妖顺着她的力道刚倒地 便见神武那突然爆炸开来 灵妖忍不住担心地喊道 大师兄 待烟雾散开 便见龙女与大师兄都被某种兵器法术困在原地 无法一蹦 妖王穿过他们一步步走向灵妖 一手放在神武的胸前威胁道 她对你很重要吧 立即施法 不然就留她在湖底做养料 灵妖背着妖王的不要脸气的变形 怒道明明是你自己造下的孽 为何要我们来帮你偿还 抬手换出精灵法杖 往地下劈去 瞬间一堆藤蔓疯狂生长 向妖王攻去 妖王见灵妖不配合便放弃继续劝说 抬手想直接杀了她 事后再找驱使两一拳的方法 看着灵妖越加危险的处境 神武咬牙加快了冲破束缚的速度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神武闪身搂灵妖在怀 挡住了周围朝她飞来的冰刃 靠在她耳边 嘴角溢出血迹 却还是对灵妖说道 我说了 会护着你 随即整个人滑落在地 灵妖浑身僵硬 不敢相信地看着倒地的大师兄 回过神来的灵妖 一把抱住神武 眼泪顺势滑落 神武察觉到有水滴落在脸颊上 他是在哭吗 此时谁也没注意到地上的藤蔓 正在飞速蔓延 神武只感觉自己面前一片白光 闪过小时候师父说 已将自己的情灯拔除 今世都不可再爱人 又闪过灵妖回头 喊她大师兄的场景 不由产生了疑惑 情之一字 真会阻碍修炼吗 又想起那日师尊为她铁锅 无情道越无情 修为越高深 可也有破解之法 那便是转有情道 要两情相悦 心意相通者也可突破境界 可若对方无心无意 动情便会反噬直至行神俱灭 我敢赌吗